近年来这羽球运动人口是大幅成长 高雄市日前举办了全国羽球锦标赛 吸引了超过1600人参加 比赛分为了竞技挑战以及普罗三组 其中轮一组竞赛是最受注目的 不仅是考验球技 这双手反应更要灵活 充分地展现了运动家拼到底的精神 一年一度滚水超级杯全国羽球锦标赛 日勤在宴朝登场 来自各地1600多位羽球选手齐聚一堂 切磋球技 无论是男单女单双打或是混合双打 选手只要一上场立刻拿出拼斗精神 而跟传统三战两胜之不同 滚水超级杯采取总得分制 也就是说参赛选手必须打满三场 才能够决定胜负 赛制是用总得分的方式 来让说第三点 如果对前面两人都输 或是第三点赢 有机会可以翻转顺利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比赛 而跟一般羽球锦标赛不同 滚水超级杯的竞赛主也纳入了轮椅组 就是要让伸张朋友 也能够在场上大显伸手 享受打羽球的刺激及乐趣 轮椅组的选手比赛时不仅要全神贯注 双手还要迅速移动轮椅 才能够集球过往 对手部肌耐力可说是一大考验 竞赛激烈的程度 不输职业赛事 真的是有趣 蛮有趣的 然后也可以达到就是健身 我有发现说自己练打羽球之后 激励至少没有退化 打羽球可以就是流很多汗 就是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我会邀请身上组 轮椅组的部分来参与我们的赛事 算是来帮他们推广 让大家知道轮椅羽球可以一起来动乡 甚至平常可以做休闲活动 本身也喜欢打羽球的市议员黄秋英肯定羽球管制地推广羽球运动 除了为轮椅组选手加油打气 自己也下场小事伸手 并且鼓励民众多多参与 羽球来说的话是一个最能够发展全民运动的一个项目 只要在家里有两支羽球拍 一颗羽球我们找一个办找家人然后找我们家前的空地 我们随时随地的都能够拿起羽球来做运动 不受时间场地限制 担任球馆发展协会的首任理事长黄秋英表示 球馆成立十年来每年都会邀请各地羽球的好手切除球技 也期待滚水超级杯能够成为全国指标性的赛事 进而带动高雄羽球风气及选手的实力